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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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反射一下天光看看 我终于摸到了宝镜的使用方法了 宝镜一定是通过吸收日光 另一面将日光 另一面将日光反射到月亮上 月亮就会越来越圆 越来越大 对 就是这个法子 我说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会是笑笑又闯祸了吧 这是人间普通宝巾 哪能碰这宝镜吧 怎么回事 天怎么又黑了 月亮没了 中秋之夜怎么能没有月亮呢 这个笑笑 这可怎么好 每年都轮一位神仙声乐 让人间共享团圆 已轮了千百年了 从未出现过任何查错 偏偏今年我负责 却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这是天大的罪过 神仙爷爷 对不起 道歉也没有用了 告诉过你不要捣乱了 可是每次你为什么都不听呢 以前是我不对 我不该只想着自己 不该自私 可是这次我不是为了自己着想 我是一心想帮助神仙爷爷的 即使是为了他人好 也要看对方当时是否方便 是否真正需要你这样的帮忙 体察他人 为他人着想 还要用最恰当的方式 不然行为和存心就会背道而驰 好心办坏事 神仙爷爷 我错了 宝静宝静 我该怎么做才能把你复原呢 神仙爷爷都快急坏了 都是因为我不知进退害了他 对不起 爷爷爷 神仙爷爷 要不我们还用在家里面的方法 把一盆水赋予神力 试试看吧 也只好如此了 我去下届帮神仙爷爷把水打篮 水来了 这好像只差一步了 为什么这宝静就是变不回来呢 到底是缺哪一步呢 宝静宝静 你快点好起来吧 都是我不好 你千万不要为难老爷爷 求求你了 以后我不再自私了 我要为他人着想 想想都是你的诚心改应了宝静啊 这就叫静随心转 什么是静随心转 这里本是环境的镜子 就是说自己的心境改变了 周围的环境就会随之改变 心变好了环境就会变好 心变坏了情况就会变坏 所以一个人的心性和德行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只要我心中不自私了 会被别人着想了 宝静就变好了 是的 是的 嗯 月亮太好了 月亮太好了 是啊 月亮太好了 月亮太好了 这一年的中秋真是奇方 月亮太好了 妈妈回来了 好 刚才出了那么多事 大家一定都选着心 饭都没吃好 我再把饭菜给大家热热吧 好 好 妈妈 您需要帮忙吗 妈妈 您放心 我不会给您添乱了 您需要帮忙 我就帮您 如果不需要 我就在这里陪着爷爷奶奶 乖笑笑 来吧 你可以帮妈妈端菜 好的 人不闲 乌视角 当他人正在忙碌 请不要打扰他人 我们要学会善体人心 致进退 为他人着想 不然 常给他人造成尴尬 不便 这就是自私的行为了 即便是为他人好 也要观察对方当时是否方便 讲究做事的方法 讲究做事的方法 有点赏 他想要做工的参考 他就要看够了 这就是对方的参考 他就要看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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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高兴 他就要看够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